喂 大家午安我們是Metro團隊 Metro這個專案是一個 非同步的影片學習平台 跟其他像是Coursera或摩克斯很相似 如果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又結合了影像辨識還有 目動式的功能 目的是希望可以打造一個全新的學習環境 像學習者可以讓他在學習的時候成效最大化 教學者可以 更加了解到我們在學習時候的狀況 那這個專案的 產生是因為在這個社會 發展那麼快速的情況下 我們想要學一個東西沒有這麼多的 時間 所以線上 教學這類型的 學習模式越來越盛行 也越來越成熟 那他的好處除了課程設計可以更為彈性 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想要學習就可以學習 要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優質教育 但是 線上學習的缺點就是互動性非常差沒有像一般 課堂授課那樣老師站在台上就可以看到底下學生的 表情變化甚至他們的 學習的反應 那 現在那個一般的授課老師才可以 可以更直覺在正確時機調整他們 授課時候的快慢 而線上教學卻沒辦法 這就有可能會發生 學生在學習的時候遇到 問題難以解決 嚴重的話他們遇到挫折甚至會喪失 學習能力 所以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結合臉部表情的方式來記錄 學習者在 學習的過程 他們的表情變化得知他們學習時候的狀況 然後 同時 也可以融入一些 互動式的設計像是 在影片之中跳出一些問答來 推斷他們在學習過程是不是真的有學習到 或者是 他們的狀況如何來達到一些 成效 那舉例來說這兩種的結合我們可以判斷像是 在他作答的時候我們 偵測他臉部表情 一般來說我們作答錯誤的時候應該會是有一點驚訝的時候反應 但 如果他在作答錯的時候我們 記錄他的表情是沒有變化那可能他的學習成效沒有那麼好有可能是因為他是用拍的 但是如果 他是有驚訝的反應 那我們也可以記錄他是不是真的有回去 重新複習說他可能剛才錯誤的地方 來判斷 用這個EG來判斷說他是不是 真的有 認真在 這個課堂上來學習 那 接下來的demo影片是 demo我們 開發這個互動式主要的 5個功能那左邊這些是在觀看影片時候的介面 下面有一些如果有教材就會呈現 好 那 我們互動功能主要有5大功能 他呈現的方式是 可以設定在特定時間跳出一個按鈕然後 像現在我設定的是 10秒的時候會跳出在左上角按鈕出現 點進去之後他會有一個問答視窗可以做的啊那這個就是一般的選擇題 然後選這個選擇題我們 互動都會有一個正確答案 所以可以看到你做到正確還是錯誤的結果 都因為20秒過的這個按鈕就會 結束 那第二個互動是 這種 資訊卡 還是資訊欄的東西 他可以讓 教學者設定說我想要提醒或者是哪個部分比較重要 甚至是 他的課程有些更新但他不想重新錄影片他就在某個時段加個這個提示告訴他說自己很重要 那 下一個功能是 這種 拖曳式排序的 功能 這可以 出題者可以出一些順序的問題然後來讓 學習者來排正確的順序 在下一個功能還有填充題 左方是問題的選項右邊是答案的選項 那只要把這個選項拖曳上去如果錯誤他會是紅色的 如果正確他會變成綠色 讓學生可以判斷說到底 他是不是有答對 最後一個功能是 選項智慧式的互動拖曳 右下的一個button 他可以 拖曳到 正確選項 如果正確他會變綠色 如果錯誤他就會維持原來原色 那這個功能的用途主要是有些老師可能他的題目已經都出好 可是他不想要 一個一個字key上去 那他就截圖 把他的 題目圖片整個都放上來然後 設定這個有幾個button就是幾個答案 然後在 框框選擇他 正確位置如果這個button在這上面 他的 按鈕會變顏色就變綠色就代表是正確答案 所以這個是比較方便的一個功能 那以上五個就是 我們Metro 主要的互動式功能 那其他功能也還正在開發所以 目前就展示這幾項 謝謝 好 讓我們感謝團隊的發表接下來看評審有什麼問題要提出 那個 傳統 是老師教學人群而且 那個教的老師跟 被那個被教的學人有很巨大的權力的不對稱 那你現在走向我們走向線上學習的時候 剛剛好是一個好的解放的時機 就是讓這個不對稱性下降 然後呢 讓我們讓那個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裡面有更多主動的角色出現 那你設計這個工具 但是看起來似乎是在強化或鞏固原來 老師跟學生之間 最基本的那個不對稱性再增加 再增加 老師對學生表情監控啊 以及什麼 以及 以及那個那個那個應對處置 的那個那個 工具能力對不對 那這樣子會不會 那個方向 跟什麼跟未來學習教者的方向 有一點 相抵觸 謝謝 還有其他評審有提問的嗎 我在看本來提案他是說他是一個Chrome extension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是一個 網站了 所以是方向上已經是不一樣了 謝謝 我比較有疑慮的也是對臉部表情辨識的這個部分 就是 監控 學生的臉部表情辨識對於教學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會不會太 由教師來自由心正 會不會真的造成像剛剛丁丁老師說的這個 不對等性更明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討論但我蠻 蠻贊成說 就是增加一些互動設計可以 確認 學生 還在這裡 這樣子 只是我覺得臉部表情的部分 你們真的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我這邊好奇是說 其實 就是 這些功能如果是社群之間 我做一個專案很有經驗我想要把這些經驗分享給別人 開一個課程 也會用得到 那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現在是設想這樣的 已經有影片放在YouTube內簽進來還是說是像一開始 初期 你們是用Chrome的 提案 也就是說從零開始 開課的這一位不管他是老師或學生或同儕 那他整個流程會是什麼 是要到你們的平台去註冊 然後輸入一個YouTube的網址 那他的影片都已經在上面了 你們的平台是給他出題用的或是留一些 互動的提醒 是這樣的方向嗎或是其他方向 謝謝 感謝評審詳細提問 還沒有 其實有 剛剛AI有一個 臉部那個 偵測的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是 你們可以辨識出來當學生不懂的時候 跟他聽得懂的時候的面部表情不同嗎 這個是你們已經有這個資料庫了嗎 然後 再來就是 其實你剛剛提到一個問題是說他 答錯了會有個驚訝的表情 其實他答錯就答錯 也許我們可以針對這種 智慧性學習 他答錯了也許再給他簡單的題目 是不是哪種 基本題目不知道 所以他可以再去釐清 所以他其實是 是可以一種自動化的一種學習 但用的方法不一定要用 有人 人臉辨識 但人臉辨識這個 其實要資料庫去分辨 他聽得懂 聽不懂 好 讓我們感謝評審詳細提問 請團隊針對評審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好我先針對我們現在是一個插件還是一個網站來回答 我們現在 從原本的插件 因為插件比較不方便 其他人 其他 開發 其他想要 上這個網站 去部署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網站 那 他竟然是一個網站 那個教學者要如何去部署他的影片 我們是希望是 因為這是一個 針對縣上課程的 一個網頁 那我們是希望已經有現有的一些 製作很精美的一些 縣上的課程 那他們可能 在影片裡面只能呈現這麼多 他已經是個很好的課程 可是教學者可能還要再 進一步去想了解 影片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修改 或者是 學生對他 影片裡面 的一些 學習內容 他想了解他們的學習成效 那 對於縣上教學這是比較難做到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去讓他們知道學習 學生的學習成效 然後再去 針對他們的 內容做修改 然後 至於說教學者要如何使用這個 目前的框架是用Verso 那如果是比較個人的單位 希望他可以用Verso 去部署他的這個 平台 那如果是比較多人他也可以選擇 平用 Servor 那回到臉部表情便是問題 那他在回答 問題的時候他一定有個回答的速度的快慢 那臉部表情我們是 這是一個 目前的問號碼 就是透過他的 我們現在可以辨識的是 他們的 比如說很開心很激呀 就是這種比較基礎的表情 那透過他回答的速度跟他 得知那個回答問題完之後 我們 想先做到的是 先記錄他的 他的狀態 讓老師知道說 他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至於怎樣的反應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這是還未知的 那 東壁一開始 線上教學 都沒有 就是都不知道學生的招臺來比起來 這已經是 蠻大的進步了 那表情便是 在 隱私權上的問題的話 我們用Tetherflow Dex的框架 那他是在 電腦 自己的 上面預算 他不會傳照片 或是影片到 我們的Server 那他記錄的就是 結果 就是他 不開心還是難過 或是他其他的表情 那是文字上 所以 應該是不會有收集 他們 影片或照片的問題 然後 回到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教學不對稱的方法 就是我們還是比較注重 與老師怎麼回收 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那 如果說 今天是一個 線上的課程 那 老師都沒辦法得到學生的 回饋的話 那這個地方 這個教材 想要再更進一步去更新 或是進一步去 其實蠻困難 好 這是我 回答的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以掌聲感謝團隊的 報告與回應